记者黄嘉林高雄报道 高石湖内警分局交通分队 陈姓袁景日前处理完交通事故 准备返回队步时 发现一辆机车违规骑在快车道上 袁景将无幸骑尸拦下后 不但闻到他身上飘出浓浓酒味 仔细一看 竟是他上月中旬柴刚改货的酒驾饭 此次无难再度酒驾被捉 且又是落在统一袁景手中 让他直呼有没有这么倒霉 警方指出 2日下午2时53分 陈姓袁景发现一名机车骑士 沿湖内区中山路一段 与民族街口由南往北 于内侧快车道执行 由于台一线省道为车流大 车速快的重要干道 因此省道内侧车道未进行机车道 为了避免危险发生 因此将车辆拦下盘查 骑士停车后 远景才发现 近日前才因酒驾被抓的无性男子 让远景直呼 怎么又是你 此时远景从无性男子身上散发出浓浓的酒气 就立即实施 对无难酒侧 结果酒侧值竟然高达1 13毫克 远景还记得他上次酒侧值也是高达1 17毫克 这次又被抓到酒侧值还是照样破1 让远景气的大骂实在讲不听 无难被逮后则一脸委屈的说 他上月18日因与朋友庆祝出狱和酒 狂欢隔天酒驾被抓 当时还跟远景保证他绝对在酒后汽车了 没想到才隔了十多天 无难又酒后汽车上路 而且这次又被同一位陈姓远景抓到第二次 让无难之呼真的实在有够帅